预约试价这个功能需要配合后端服务接口才能用 比如说你可以使用wordpress, drupal, laravel, rels这些框架 去为小程序提供一个后端服务的接口 在宁号网你可以找到创建这些接口相关的课程 这里我可以先简单的处理一下 找到这个预约试价这个按钮 在上面绑定一个tab试价 处理的方法就是test drive 在页面的主逻辑里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下这个设计处理方法 就是这个test drive这个方法 它里面我们可以去用一下wxshow toast这个接口方法 在页面上显示一个反馈的信息 在它的对象参数里面添加一个title 设置一下这个信息上面的文字 暂不支持 然后再去预览一下 点一下这个预约试价 在页面上会显示一个暂不支持 这个功能我们还会在产品的详情页上用到 因为这里也有一个预约试价这个按钮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把这个test drive去做成一个模块 先把这个页面上定义的test drive剪切下来 再去创建一个文件 把它放在modules目标的下面 名字是test横线drive.js 在它里面我们可以添加一个test drive这个方法 然后在下面我们可以导出这个方法 export default 把这个上面定义的test drive作为默认的东西导出来 回到这个页面 在这个文件的顶部 我们可以导入刚才定义的这个模块 用的是import导入test drive from 指定一下这个模块的位置 就是上一期目录的上一期目录下面的modules 下面的test drive 在这个页面的配置方法的对象参数里面 我们可以再去添加一个test drive 再打开vhicles里面的show.js 同样我们可以导入test drive 然后在配置方法的对象参数里面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test drive 再打开vhicles下面的show.wxml 找到页面上这个预约试驾这个按钮 bind一个type试驾 用test drive这个方法来处理这个试驾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预览一下 显示一下首页上面的这个预约试驾 再打开一个产品的详情页 点一下上面的这个预约试驾 同样会显示一个反馈信息 这个试驾处理方法 现在会来自我们定义的一个模块 全部试驾处理方法 例子蒙泽 I Squire 怀疗! 对 Weather